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人炫后裁定一百万交保 却因为拿不出钱 被深压境界 另外包括会计业务等人 各以五万元交保 早就搬到人去楼空 这间亚伦国际娱乐公司 从2015年起 办课程说明会 鼓吹投资演唱会获利 上百人受骗吸金一亿三千万 却没办活动 二十号检调进行大局搜索 亚伦国际的装信负责人 却在去年九月早已逃出国外 包括国际冠军魔术师陈日生 也曾受邀演讲 表演还被放上网路 宣称亚伦将跟老师谈合作 但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一两万吧 就是说那讲说他给我给用 他也没有给我 所以后来人也是找不到我 就倒霉啊 利用歌迷和投资人 追星心态诈骗取材 星光闪闪的表面 也藏不住吸睛泛行 剪掉将持续坠砌 三七位定位节 大友成王宇竹 新北市报道